新陈相立幼儿园在13号举办国庆日游行 每个班级分配着不同的角色服装与任务 充分展现创意与才艺 超可爱的小小兵队伍起步走 从学校出发前往广安宫 许多家长与乡亲也都加入行列 用可爱热闹的方式 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现在相立幼儿园园长表示 上了和立太三日以来 每年举办幼儿园国庆游行 建立孩童认识国家且认同国家的观念 今年特殊是原定日期因为小犬台风来起 只好顺言办理国庆游行活动 但家长和学生们参与热情不减 因为感冒无法参加的学生以及家长 也积极地期盼现场尽快分享照片 充分展现对国家的认同感 也表现出现在相立幼儿园的创新以及活泼 非常高兴我们国家生日 那我们这次因为小犬台风 所以我们10月4号本来游行改在今天 也感谢天气非常的配合 国家的生日很重要 我们的小朋友希望能够在他的学厅前能够体验到 我们国家这么重要的节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社区里面 我们用武龙武师 操枪一队 还有国旗队进行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国家真的很重要 所以10月10号我们要你们永远记得生日快乐 我们每天快乐乐上学 然后今天也快乐游行 向南科特表示 现在相立幼儿园 每年都会在国庆日举办游街活动 游果菜有加认同自己的国家是重要的观念 借此机会教育小学童的爱国观念 也借由游行展现评赏学习的成果 更邀请家长共同来参与 增进师生与家长之间的联谊 建立良好沟通管道增进学习成效 也透过游行的方式 敬赫中华民国112岁的生日 感谢幼儿园园长吴树珍精献的规划 也感谢家长前来协助并且共享盛举 让乡亲可以感受到国庆的氛围 让全新三乡一起为我们的国庆日来祝贺 记得就很喜欢的 让我们来 让我们来 让我们来